我轟炸機靠近美領控造攔截,我對德國發動攻擊 中共演練登島,美、日、澳、非首富南海實彈演習 連到世界新聞指數中國倒數第八,關押記者居全球之首 特斯拉翻空十次,狂撞狗車更能活,華為電動車秒變冥界 德國近期可能遭攻擊,美國調升旅遊警示級別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4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5月3日,美國戰鬥機在阿拉斯加附近攔截俄羅斯核軍炸機 美國與俄羅斯的戰機在空中進行了對峙 不僅如此,俄羅斯正在向德國發起攻擊 而北約也爆出,俄羅斯正在加劇攻擊成員國 企圖從內部瓦解北約 美國戰鬥機在阿拉斯加附近白領海上空攔截了兩架俄羅斯核轟炸機 俄羅斯軍方證實,俄羅斯的紅戰略轟炸機飛行了11小時後 出現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這次飛行有攜帶戰略導彈的轟炸機 並有蘇-30SM戰鬥機的護航。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 發現並跟蹤了4架俄羅斯軍用飛機在美國領空附近飛行 轟炸機沒有進入美國或加拿大主權領空,但受到嚴密監視。 外界認為,普京試圖通過用轟炸機飛到距離美國領土極近的地方的挑釁行為 來擊農美國。5月3日,俄羅斯向德國發起攻擊 柏林一家國防工業公司的工廠著火了 這家公司是歐洲地對空生產計劃,和這種防空武器彈藥的主要承包商。 外界認為,這場大火絕非偶然,這是對德國的一次有針對性的攻擊。 一直以來,索爾茨拒絕向烏克蘭派遣金牛座導彈想緩解局勢 但現在面臨歐洲以英法兩國強硬的對俄立場。 索爾茨也正在考慮援助烏克蘭金牛座導彈。 5月2日,北約發表一份聲明譴責最近俄羅斯對北約成員國發動的攻擊事件。 捷克、外沙尼亞、德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英國等 都受到這些攻擊的影響。 最近幾個星期,歐洲安全部門披露了一系列俄羅斯間諜活動 其中包括捷克破獲了一家線上媒體背後的間諜網絡。 另外,又也得過另類選擇黨的一名成員,據說從親俄媒體網站收受金錢。 日前,情報專家表示,俄羅斯可能不會與北約發動一場全場戰爭。 因為普京意識到,現在攻擊一個北約成員會被俄羅斯造成毀滅性代價。 相反,普京已經計劃從內部摧毀北約,陰謀腐蝕北約。 普京可能會加強對北約國家的所謂混合戰。 而今日北約成員國承諾,繼續增強抵禦這類混合攻擊。 5月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只要具備兩個條件,法國就會出兵。 一是俄羅斯突破前線,或者是烏克蘭提前請求需要幫助。 與此同時,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在基庫回悟了澤連斯基。 承諾向烏克蘭每年提供30億英鎊的軍援,直到烏克蘭勝利。 並且明確表示,烏克蘭可以用英國提供的武器打擊俄羅斯本土。 5月3日,俄外交部發言人澤哈羅瓦警告, 北約支持烏克蘭正在公然準備發起另一次摧毀克里米亞大橋的襲擊。 如果克里米亞被攻擊,俄羅斯將會報復。 種種跡象表明,烏克蘭解放克里米亞的戰爭即將打響。 烏克已經連續幾天用美國援助的陸軍戰術導彈 襲擊克里米亞的俄軍目標。 昨天,烏克蘭發射了三枚Atikums飛彈中的一枚, 又擊中了俄軍在盧金斯克地區訓練營,有116人當場被屯滅。 外界認為,烏克蘭的反擊力度不僅意著美國遠程導彈真的到了烏克蘭, 而且導彈的數量十分充足。 烏軍的行動一方面能夠打擊俄軍的防空系統, 另一方面能夠消耗俄軍在克里米亞的防空彈藥。 接下來,美國會將攜帶槍枝的高級攻擊無人機轉移到烏克蘭。 目前烏軍全軍上下士氣大震。 烏克蘭軍隊總司令西爾斯基表示, 烏軍已經推進並控制了克爾松地區的聶斯·特里加島。 這些一切都是為下一步對克里米亞的進攻做準備。 不過,經濟學人報導,5月2日, 烏克蘭情報總局副局長接受採訪時表示, 烏克蘭將在某個時候必須與俄羅斯進行談判, 來結束長達兩年多的俄烏戰爭。 5月7日是俄羅斯總統的就職日,外界都在關注這一天, 烏克蘭會不會用美國提供Atecums摧毀克里米亞大橋, 給再次加冕的普京送上一份重禮。 大家感覺烏克蘭會在哪天動手呢?覺得會出手的?請在留言區打個一字。 覺得不會出手的?請打一個二字。 近日,中共放出海軍使用登陸艇進行了登陸戰鬥演習。 因應北京跳人,美飛也舉行了南海的實彈演習。 美、日、澳、非四國防長會議更決定,在南海舉行更多演習。 與此同時,美兩黨已提升法案,將作台灣增加軍事實力。 5月2日,中共東部戰區在微信社交媒體官方帳號上展示, 共軍的艦艇正在進行所謂的實戰登陸演習的圖片。 台灣譴責中共採用恐嚇策略。 台灣最高安全官員表示,在賴清德就職前後, 台灣對中國進行軍事演習持續保持警惕。 目前,美飛正在進行聯盜堅並堅聯合軍演。 美飛軍隊2號下午,在面向南海的巴拉望島沿海村莊附近, 向南海發射了十幾枚火箭彈。 火箭彈是由兩套M-142高機動性火箭炮系統發射的。 這種多管火箭炮能夠打擊80公里以外的目標。 今年的軍演主要定在今天在呂宋島北部舉行。 部隊將協同擊沉無以目標。 菲律賓表示,目標的選擇並非故意為之。 菲律賓陸軍總將魁馬德爾勢說, 軍演無意挑釁任何特定國家, 只是正在無意受到來自海上對我們海岸線的威脅, 以便捍衛我們的主權, 我們只是在我們的海區和領土內進行演習。 與此同時,美日澳非國防部長 5月2日肯行威夷的美軍陸戰隊史密斯營區, 舉行的第二次四國防長會議。 五個大廈官員私下稱,美日澳非為四國小隊, 是與美日澳印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相互呼應。 會議上他們共同確定,要舉行更多的南海軍演, 共同對抗中共的侵略挑釁。 與此同時,美國2號由民主黨參議員羅森 和共和黨參議員沙利文牽頭, 提出了一項兩黨法案, 名為跨太平洋盟國投資武器以促進國家台灣安全法案, 目的是幫助台灣加強防禦、備戰的實力, 同時增強供應鏈的彈性。 5月3日,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世界新聞自由日》這一天, 公布2024年度《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八, 關押記者人數居全球第一。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這份報告指出, 中共政府不僅扣押了給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多的新聞工作者, 還繼續對信息渠道實施嚴格控制、實施內容審查 和監視政策來管理在線內容, 並限制被視為敏感或者與中共路線相左的信息的傳播。 2023年,中國排名是全球倒數第二,179名, 今年是略有上升,全球倒數第八,173名。 但是,無國界記者組織倡議專員白奧蘭對美國之音說, 這個變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國家的自由度下降了。 他在採訪中表示,中國沒有任何改善,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 目前關押了119名記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記者。 白奧蘭說,實際上,我們看到中國的安全實際上正在下降, 中共政權對待記者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改善,情況可能比以前更壞。 甚至以前允許報導的簡單主題,現在都無法再報導了。 同樣,由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惡化, 所以導致香港本年度的新聞自由排名逆略有升高,為第135名。 2023年是第140名。 但白奧蘭指出,北京2020年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導致記者受到更多迫害, 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實質下降了。 今年自由亞洲遷出香港。而近日《華爾街日報》表示,要從香港遷出到新加坡。 他說,現在情況並沒有改善。 隨著新法律的出台煽動叛亂罪可能面臨10年監禁。 而間諜罪也是其中一項條款。 這是中共當局廣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來打擊記者和獨立聲音。 值得關注的是,台灣被這份報告稱作亞太地區新聞自由方面的皆模, 並排名較2023年的全球第35名上升了8位,達到第27名。 報告還顯示,全球2024年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仍然是挪威。 挪威已經連續第8年排名第一。 阿富汗、敘利亞和阿納特利亞則在排名榜上墊底。 美國在本年度的報告中排在第55名,較上一年的第45名下降了10名。 報告認為,美國公眾對媒體的不信任日益加劇, 一些政治人士的公開敵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份報告稱,在幾中引人注目的事件中, 美國地方執法部門採取了具有寒蟬效應的行動, 包括突擊搜查新聞編輯室,並逮捕新聞工作者。 江西禁州市街頭,而因操作不當失控。 一架特斯拉航空中翻滾十幾次, 又撞擊9架車之後,車身嚴重損壞。 但幸運的是車內兩人都保住性命, 甚至特斯拉的ABC柱都沒有變形,也沒有自然。 而特斯拉車內副駕駛員還在休閒地打電話, 這個畫面立即衝上熱手。 中國網友將幾日前華為電動車文介M7撞車後, 結果發生自然,車門還卡死, 車上三人遇難的慘劇做了一個比較, 華為納黑被封刺為冥界。 5月1日,江西禁州大漁圓街頭 雖然一輛懸掛臨時車牌的灰色特斯拉在路上, 疑似因為躲閃違規行人。 駕駛員疑似不踩油門, 撞上道路設施和停靠路邊的車輛。 從拍到的畫面可以看到, 這輛特斯拉在空中翻滾十幾個圈之後, 重重跌落。之後, 又連續撞擊多輛車後才停下來。 雖然車身外部嚴重毀損, 但車的AB柱都沒有變形,也沒有發生自然。 車內還即時彈出安全氣囊,保護車內的人。 網上畫面看到, 女駕駛和男副駕意識清楚。 女駕駛疑似腳步被卡住,一度伸淫苦笑。 旁邊男子也顯得非常鎮定。 在路人圍觀下,還拿著手機發信息打電話。 但如院公安局說, 這次交通事故造成特斯拉車上一人重傷, 一人輕傷,另有兩名路人輕傷。 肇事原因是,緊急被讓行人操作不當造成的。 而對比華為問界M7,在山西高速公路上追撞前車起火, 導致車內起火三人當場遇難的慘劇。 家屬爆出影片,質疑華為的電動車安全氣囊沒有彈出, 車門被卡死無法打開,主動殺停系統沒有啟動等問題, 但沒多久就遭到網管封殺。 而家屬則立即改口,稱三人系車禍衝擊下喪命。 更加深了民間對華為的質疑。 有網友直言說,華為的這款車名為問界M7, 哪是問界呀?明明就是問界。 隨著美國大學反遊蘇聯的蔓延, 歐洲多個國家也發生了挺哈馬斯的反遊示威。 美國國務院近日對德國和波蘭進行旅遊建議定期審查, 決定將德國的旅遊警示升級為二級, 並警告近期德國可能遭恐攻,提醒附得旅客要注意安全。 綜合外媒報導,美國國務院提醒,恐怖組織持續策劃 在德國發動恐怖攻擊。 他們的目標經常選為交通樞樓、旅遊景點、市場、購物中心 和地方政府設施、教堂、學校等地點。 而他們幾乎很少或是無預警發動恐怖攻擊。 美國旅遊警示總共有四級。 第三級建議民眾重新考慮旅遊。 最高危險等級第四級建議遊客不要前往目標國家。 而美國國務院星期三將德國微幅調升至提高警惕的第二級。 與此同時,對美國校園反遊騷聯拜登2號打破沉默, 表示,這次學生運動是對美國的兩個基本價值的考驗, 一個是言論自由,一個是法制。 美國人有權示威,但沒有實行暴力的權力。 到目前為止,已有兩千多人在全美幾十個大學校園被捕。 科士報導說,哥大的騷亂被制止之後, 紐約警方發出重要消息,有人在煽動我們的學生。 這場運動背後有人支持,我們會找出是誰。 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靖遠認為, 哥倫比亞大學警方進行清場以後, 紐約市長已經公開明確地說, 所有這些參與騷亂的人,超過一半以上都是校外的人都不是學生。 加州大學的洛杉基分校, 還有其他全美學校裡面都發現類似的情況。 也就是說,這一波蔓延全美的騷亂, 所謂的抗議風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人員的支持, 有組織的發動起立甲。 我們可以看到的信息顯示, 這些外部人員他們都和很多的組織有密切關係。 一部分發現和哈馬斯以及聖戰組織這些中東某些國家的裁法, 或者一些金主有關係, 也發現一些外部勢力,是美國的一些極左財團進行支持。 這一波的風潮,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次反戰性質的示威, 其實它的本質是極權專制的意識形態, 對美國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的一場衝擊、一場對決。 所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戰爭和反戰、戰爭和和平的問題, 不是局限在政治領域了, 已經是一個在意識形態對美國的價值觀所造成的一次衝擊。 全美大學校園挺巴士威引爆警民衝突,引發美國動盪。 伊朗德克蘭大學一名教授卻享受訪時說, 整個伊朗都為學生拍手叫好, 一旦伊朗和美國發生衝突,一定會獲得這些自己人的支持。 這位伊朗教授所說的,是反映出一部分事實, 就是美國的確面臨著這樣的危機, 就是在美國內部已經出現了非常多的這種 衝擊到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傳統的價值觀, 衝擊動搖到美國國本的這樣的一些勢力,對美國進行破壞, 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直接進行破壞。 從另一個角度上說,其實是既有來自於中東的某些宗教, 也有來自於共產主義極左的紅色意識形態, 其實是兩者混雜在一起,可能某些時候他們會進行一種合作, 某些時候他們之間也是有分歧的。 按照這位伊朗教授的說法,如果伊朗和美國發生衝突開戰的話, 在美國國內極左意識形態的這些人, 他們是不是會真的直接去支持伊朗,我覺得可能還不一定。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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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收聽。